我們把鏡頭轉到東南亞 羅西亞難民從緬甸逃到孟加拉 之後呢 又有人在坐船到印尼的亞齊省 而因為這兩個月人數暴增 引發了當地民眾不滿 星期三有許多大學生 衝進了收容所 要求政府驅逐這些難民 當局現在已經把他們 載到其他地方去安置 大批穿著綠色外套制服的大學生 二十七號湧進半達亞齊 這處收容羅西亞難民的會議 中心地下室 要把他們趕出去 坐在地上的婦孺 個個怕得嚎啕大哭 連抱著孩童的父親 也同樣無助地哭了起來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統計 自十一月以來 已經有一千五百多名 羅西亞難民自孟加拉坐船 來到印尼亞齊省 人數創下八年來新高 但是前來尋求庇護的人數激增 瓜分有限資源 已經成為當地的負擔 在學生出面施壓下 有關當局隨即將同為穆斯林的羅西亞人再往其他地方安置 在此同時 班達雅其警方公布逮捕了兩名人口走私嫌犯 其中一個是孟加拉人 另一個是羅西亞人 印尼政府將羅西亞難民湧入 歸咎於人口走私 目前正加強查契相關犯罪 當局同事強調 印尼不是聯合國難民公約的簽署國 不能強迫印尼接受來自緬甸的難民 呼籲鄰國分擔責任 並重新安置抵達印尼海岸的羅西亞人 故事新聞則會名編一